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当地时间3月10日 美国国务院在其网站发表声明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将于3月18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 并将与中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对话 此前 路透社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 美正同中方商谈 近期邀请杨洁篪主任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同布林肯国务卿 沙利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在阿拉斯加举行中美2加2高层会晤 美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对此应询表示 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已经通了电话 我们期待双方进行接触的机会 但目前无确切消息可以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方面率先公布会晤这一议程的同时 还渲染了此次会晤是由中方主动的意思 以及美方对华的强硬立场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目前我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消息 而就在几小时后 赵立坚就美国务卿布林肯有关表态 答记者问时表示 应美方邀请 中美将于近期举行高层战略对话 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 我们要求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摒弃冷战零和思维 尊重中方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一觉醒来 昨天中美双方还尖口不言的消息 已经得到了实锤 是的 中美要谈一谈了 当地时间3月10日 美国国务院在其网站发表声明称 中美将会举行会晤 将与中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对话 不过就在一天之前 这则消息只是江湖传言 在3月10日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到中美双方会谈的消息 当然他提到了美国的态度 美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对此应询表示 我们期待双方进行接触的机会 但目前无确切消息可以发布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对于这个消息 赵立坚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目前我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消息 也就是说 到昨天下午为止 中美双方还是对这个消息保持了沉默 可是一觉醒来 美国人居然先说了 是的 美国有点迫不及待了 今天周四 中美即将会谈的消息 是从周二开始流传的 此前路透社华盛顿消息 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周二说 美国正在与中国就两国近期可能举行的 高层会晤举行会谈 但是白宫表示 尚未宣布最终细节 周二 南华早报也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两国正在讨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和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在阿拉斯加的会晤 这将是美国总统乔拜登 一月份上任以来的首次此类接触 如今 基本上得到了实锤了 前因后果介绍完了 接下来重点聊聊这件事怎么看 首先是会晤地点的选择阿拉斯加 这个地方很偏僻 而且距离美国大陆距离甚远 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美大陆西北端 不与美国本土相连 南华早报称 阿拉斯加对中美两国而言是一个中途点 可远离全球媒体的目光 除此之外 相较美国本土阿拉斯加疫情相对较轻 目前 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2914万人 累计死亡52.9万人 阿拉斯加州累计确诊5.9万人 累计死亡291人 阿拉斯加也是美国第一个全面放开 新冠疫苗接种资格要求的州 允许任何16岁或以上在该州生活或工作的人 接种疫苗 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 位于阿拉斯加中南部 安克雷奇是美国最北方的主要城市 也是一些美国到亚洲航班的中转站 在我们看来 选择这个地方至少有两个好处 第一 对全世界表明 这场会晤是平等的 中国不是去赴什么鸿门宴 第二 位置偏僻 就更有利于避免媒体的打扰 双方可以把要谈的事儿好好地谈好 其次是 中美外交方面的信息 尽可能保持了一致 比如 美对中关系华氏人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 但也可以是协作性 而我们的王毅外长也表示 中国准备在广泛的问题上 与美国合作 这些发声和表态 都可以视为中美双方提前对外吹暖风 第三 美国人很着急跟小弟建立攻守同盟 在中美正式会晤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 一起访问日韩 搞美日美韩二加二会谈 为的就是在跟中国谈之前 先把小弟们给安抚好 保持一致的口径和态度 一方面 是防止小弟们心慌 私下跟中国达成什么协议 另一方面 也是希望小弟们 能够按照美国设计的路线来 可是 美国的小弟队伍 戴成什么样子了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第四 面对中国 美国人显然是太着急了 我们一觉醒来 看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消息 只是美国着急的一个表象 除此之外 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美国对于中国越来越不重要 美国则比以往更需要中国 3月7日 海关总署公布了 2021年前两个月的外贸数据 数据显示 一二月份 我国外贸总值达到 8344.9亿美元 其中出口占4688.7亿美元 几乎达到了经济学家预测的两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商务部在2月5日发布的一项数据 去年 美国贸易逆差高达 6787亿美元 创下了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新高 这样的数据给拜登提了个醒 如果用特朗普加征关税来解决贸易不平衡 那只能是南辕北辙 后疫情时代 美国比以往更加需要中国 经贸合作肯定是重中之重的一个议题 但问题是 对于已经和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执行呢 这里面中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美方不能在中美之间设置障碍 甚至制造新的障碍 也就是说 特朗普无中生有搞出来的贸易战 关税战 对中国企业的打压等等 都属于美方制造出来的障碍 必须先扫除 这是中美进行合作的前提条件 没有这个前提 无论美国制造出多少新的障碍出来 当筹码都没有作用 不行就是不行 第五 美国对中国的需要 除了中美方面 还在世界事务中 美国已经不是原来的美国了 处理国际事务远非原来那样随心所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凭借着强大实力和良好信誉 在国际事务中反而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比如拜登想重新布局中东 那他肯定需要中国帮助搞定伊朗 因为放眼全球这么多的国家 能够真正帮上忙的 其实只有中国 拜登已经上台执政近50天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 拜登团队已经了解到中国的一些底线 一个方面 在军事层面上 中国早已在台海方面 做好了全面摊牌的军事准备 这种程度的准备 已经足以让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决心 必要时刻 中国一定会掀桌子的 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香港问题 中国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尤其是在经贸方面 中国可是有底线的 美国想要凭空制造筹码和中国谈判 这纯属痴心妄想 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已经从军事层面开始转向经济层面 波罗虽小 但却是一个足够震撼的信号 这里面可能意味着对台湾经济政策调整的开端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不断地上窜下跳 燃病卵 中国在一天天好起来 而美国还深陷在疫情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一天天地岔下去 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只能靠印钱来勉强维持 一切的一切就在提醒拜登物极必反 打压中国起不了任何作用 反而把美国打倒在地 没有办法 还是要谈要合作 不管怎么说 对于中美双方而言 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毕竟谈一谈总是有好处的嘛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我们可以笑着跟世界握手言和 但是要不停地把身后的武器给打磨无数遍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